请收看 汇率法师 冯雪讲座 第二 你一定要坚持理想 才能见佛 因为佛他无相的东西 你不坚持理想 百千万劫搞不来 任凭你再怎么用功 拜佛 念佛 都很难 都很难 当然你要修净土法门 我观想佛像 对不对 可是那个是好的 借着那个观想力量集中 把其他的忘掉 因为你一下子没有办法了悟这个见性的 不生不灭的心性 涅槃心性 妙心 就借重着境界 看佛像 拜佛 念佛 看佛像 拜佛 念佛 观想佛 所以为什么修净土法门的人 他容易成就 就是这个道理 众生他妄想纷飞 你要叫他再专注 他根本没有办法 他也不晓得 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讲的人也讲不出所以然 除了你自己开悟 悟的人体会不出来 你就只好好好念佛 好好念佛 你就看着佛像好好的拜 集中精神专注 反而能够成就 所以师父鼓励你拜佛 师父赞叹你 学佛 多念佛 拜佛 吃咒 集中精神 记得要学习放下 佛 你现在放不下 我就告诉你 你离命中很危险 知道吧 重复的训练放下 就是修行 要牢牢记住师父这句话 重复的信念放下 就是真正的修行 好吗 感谢观看